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前两讲呢我们已经使用爬虫 把攀登者他的前500个影评呢全部给他爬下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使用Python呢对爬下来的内容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知道现在自然语言特别火 那自然语言里边就有一个情感分析 咱们现在呢把爬下来的内容 就是说这所有用户的评论 我们使用一种自然语言的工具叫SnowNLP 咱们对评论呢进行一个情感分析 现在我们进入代码当中 这个1-这个代码爬虫获取攀登者的评论信息已经完成 并且我们已经把它存起来了 存到这个ClimeCSV当中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对于这个内容进行一个分析 创建一个新的Python文件叫做2- 咱们呢对于评论信息进行情感分析 那我们就导一下包 咱们import pandas as pd 我们需要使用pd呢 把我们的数据呢给它加载进来 然后的话咱们在from import from snowNLP 我们导一个包叫做snowNLP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snowNLP呢 这个NLP呢是自然语言处理 叫nature language process 咱们现在进入一个网页当中 看一下这个snowNLP 这个呢是一个python写的类库 可以方便的处理中文文本内容 它是受到了这个testblob这个启发而写的 由于现在大部分的自然语言处理库 基本都是针对英文的 于是呢就有一个人写了方便处理中文的类库 那并且和testbox testblob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用nltk 所有的这个算法都是自己实现的 并且呢自带了一些训练好的字典 那所以说这个库的使用呢还是很简单的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s呢我们创建一个snowNLP 这个东西真心很赞是吧 那这是不是是一个这个积极的评价呀 那如果要是积极的评价 咱们可以获取它的叫做sentiments 这个进行了这个进行了这个处理之后呢 我们获得sentiments 咱们现在就能够发现 你看它的positive的概率呢就是0.97 这说明的就很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啊 它的一个使用呢 大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那我们就进入代码当中 这个导包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咱们在这来一个men 那首先呢使用pd去读取我们的csv类型的数据 当前路径下有一个climb.csv 在上一节课爬虫的时候 咱们在存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sap这个分割符呢 我们是反斜杆T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反斜杆T 那接收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就叫data 现在我们可以print一下 看一下咱们data的前五个 看一下读取出来这个数据 对不对 查看它的head就是获取前五个 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个data.shape ctrl shape的f10 好 现在的话 大家就能够看到 你看咱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获得到了呀 一共是538例 那我们有 一共有538行 我们一共有三例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 这是一个人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作者 然后魔法史业 然后魔古军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后边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评论内容 感觉这个导演 可能是这部片里最大的变数 好 那么 获得了这个内容之后呢 咱们现在的话 这个打印输出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内容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这里边有共有三例 咱们可以data.comment c-o-m-m-e-n-t 这个comment 通过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它的评论数据 我们获取评论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底的方式获取 咱们也可以通过中锅的方式获取 Pandas呢 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库 叫做Python Data Analysis P-A-N-D-A-S 它呢叫做Python Data A-N-A-L-Y-S-I-S 叫做Python Data Analysis Lib 就是数据分析的库 那Python使用Pandas读取了这个数据呢 我们这个数据结构是一个DataFrame 这DataFrame呢 它就是由行和列来组成的 行列来组成的 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样本 行的话就是咱们的样本 列的话就是我们的属性 刚才我们有打印输出 咱们就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DataFrame的数据呢 是538个这个作者的评论 三列呢 我们看这三列分别是谁呀 当时我们在存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叫Authure 就是作者呀 另一个叫Comment 还有最后一个是不是叫做Vote呀 对吧 最后一个叫Vote 好那得到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这个DataFrame呢 当然也有一些它的属性和方法 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详细学习的话 那可以看我们千锋提供的一些免费的视频呀 当然网上呢 有一些教程是吧 当然我们千锋提供的这些视频呢 肯定会非常专业的 好那么获取评论之后呢 咱们需要对于评论里边这个内容呢 使用SnowNLP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这个转换 那转换之后 转换之后我们新生成一列数据 叫做Data中国号 这个就是看一下它的情感 新生成的这个数据呢 新生成的这一列呢 我们就叫做这个情感的评分 叫情感评分 咱们看一下它都是负面的呀 还是正面的呀 那Data.columns之后 咱们获取的这个数据是一个series 这个series里边就有一个方法 叫apply apply apply呢就有应用转换的意思 那我们Data.columns apply 这个里边我们给它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边呢 我们就调用SnowNLP 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就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叫convert 现在convert这个方法 是不是还没有呢 所以我们就在上面去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那就是defconvert 小括号 我们Data.columns 会将每一个人的评论都获取 然后传给这个方法 让它帮助我们进行转换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评论 咱们起名叫comment 然后来一个冒号 这个时候怎么进行转换呢 咱们起一个名字叫snow 就等于snowNLP小括号 我们加这个文本是吧 给它转换成str 然后我们snow就可以得到它一个sentiments 这个sentiments是什么呢 在这咱们来一个注释啊 这个就是它的范围呢 是从0到1 如果要是这个数越大 这说明它是积极的 这说明是积极的 这个数越小 这说明呢 它就是消极的 就是不好的一个评论 就是消极评论 好 那么得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给它接收一下 叫做sen 叫做sentiments 然后呢 我们给它return一下 r-e-t-u-r-n 叫returnsentiments 现在这个方法 就是将我们的 看该方法 它的作用 该方法的作用 就是将咱们的这个 就是将咱们的评论 进行这个情感分析 那咱们现在的话 一调用是吧 这个情感分析就出来了 我们这一列 它就会新增加一列 那获取评论的数据 然后进行情感分析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data frame 就会新增加 一列 那这一列呢 它有一个这个属性名 这一列有一个属性名 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情感评分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情感评分之后呢 咱们现在呢 将这个情感评分是吧 根据情感评分的值 我们进行一个排序 那咱们就data 里边有一个 它里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thought value 这thought value里边有相应的参数 我们按快捷键 ctrl p 大家看第一个就是by by就是根据谁进行评论 根据谁进行排序呢 咱们就根据情感评分来进行 然后的话 这呢 有一个叫accending 这个accending呢 是不是就是声序排列啊 对吧 accending是声序排列 现在的话 我们让它来一个降序啊 就是给一个false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参数叫inplace 这inplace就是可以将这个数据进行替换 是不是就是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 对它进行修改呢 是的 这就是替换的意思 那替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数据呢 给它保存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保存数据 那data呢 是一个 我们现在的data是dataframe 我们就可以调用方法叫to csv 来一个点反斜杠 这个呢 叫做climb 然后来一个盖 这个叫做这个snow nlp 然后点依然叫csv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这个data 这个在存储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一个sap 咱们让这个sap的依然是反斜杠d 现在的话 那么我们执行这个代码 数据就可以存进去 在存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一个index 这个index就是它的行锁引 是否要行锁引呢 不要 fals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contro sap的f10 现在的话大家看这个代码正在执行 因为在进行snow nlp的时候是吧 得花一点时间 现在执行成功了 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现在大家看是不是就有了climb snow nlp 这个csv啊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文件夹当中给它打开啊 因为csv类型的文件 我们excel可以直接打开 我们右击 在这可以show explorer 这样 这就是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双击打开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咱们这个 我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了呀 打开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发现它给乱码了呀 是吧 乱码了这个没关系啊 来咱们回到这个代码当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climb 原来这个数据是不是也乱码了呀 那我们现在给它另一种打开方式啊 我们来一个右击 咱们这个打开方式呢 我们使用记事本 好 大家看 使用记事本在进行打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乱码啊 说明excel打开的时候呢 我们得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字体的一个转换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文件这儿 这个编辑或者说 看看某一个地方 就是字体的一个一个转换 这个字体的转换呢 要么是UTF-8 要么是咱们的 要么的是咱们的这个 JBK 是吧 肯定是字体乱码 这个都是一个小问题 好 那么咱们在这儿看的话 我们就是说这个乱码了 我们看不到它写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咱们呢 将这个给它打印输出一下啊 你看这个存储刚才已经存进去了 在存的时候呢 这肯定有一个这个encoding 我们给它一个encoding啊 enco1j 我们把它等于UTF-8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是不是就是UTF-8呀 再来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再一次去执行 我们一共有530多条数据 现在执行成功了 我们再来打开看一下啊 双击打开这个snowNLP 哎 那说明大家看 现在还是 现在是不是还是乱码呀 那我们回到代码当中啊 那UTF-8不行 咱们现在呢 给它一个这个JBK Ctrl-Shape-F10 再来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那同时的话 我们进行了排序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这儿 直接进行输出 来咱们print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情感分析呢 咱们是 咱们是降序 Axending降序给了一个false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data 中关号冒号 咱们data 这个中关号冒号 我们看它的前十个 这个前十个的话 因为它是降序排列 所以说这个前十个评分比较高 所以前十个的应该属于是积极的 积极的评论 然后我们再看它最后十个 那最后十个因为是降序 所以说 这个Axending是升序 false的话就是降序 没说错 那最后十个呢 肯定就是消极评论了 就是消极评论 怎么获得它最后十个呢 print data 中关号 冒号 我们从-10 让它移植到最后 这个呢 就是data frame的切片 现在的话 咱们就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我们控制台的打印输出 Ctrl Shift F10 好 现在我们就发现 你看这个JPK 在给它进行说明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编码的话 就报错了呀 呃 看来的话 咱们在存储的时候 还不能使用JPK 那呢 它呢 就是UTF-8 再来直选一下这个代码 Ctrl Shift F10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打印输出 好 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打印输出 是不是就有了呀 我们看一下啊 呃 我们这前十个 所以24 72 22 以及呢 106 这个呢 都属于是积极的评论 我们看一下它最后的得分 你看 最后这个得分 是不是都是1.0 1.0呀 我们看一下这前十个说了什么啊 你看 这是锐 是吧 我和我的祖国票房 不可能超过攀登者 哎 最主要是从电影的结构方面进行分析 一个片子 7个剧情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 这个叫做 呃 什么 背线的豆瓣是吧 想看 但是没有搞懂 现在很多 这个都是 呃 军事体裁的剧是不能用原型本名的 怎么反映这种体育精神呢 哎 想让人更多的技 现在的话 是不是就有这个点点点省略了呀 我们再往下看啊 你看 作为国庆档的主打 同时也是一一部优秀的这个纪录性电影 反映了那年代 那个年代人优秀的品质 所以说你看 这是不是都是消 这是不是都是积极的呀 我们再往下看啊 下边这个数据呢 都是都是这个 上面都是积极的 下边都是消极的了 咱们看一下 下边这个评分是吧 就会低一些 你看他的情感评分 是不是就只有0.043 这个是不是只有0.034呀 0.034是吧 很接近零了 我们看一下他说了什么 电影我没看过 但是以前看过这个猪蜂蜂蜂的真实纪录片 你看看过他们登山的人的风险和这个不易 你看喜欢无精应该不会差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拒绝观看 还有一些数据 看还有一些数据 是不是点点点给省略了呀 省略了是因为这个pandas在显示数据的时候 这个他有多列的话 他会将一些进行隐藏 那咱们现在来对他进行一个整体的设置 这个时候就是pd.setOption 来一个小括号单引号 这个叫做d4play显示的意思 来一个max-columns 就是maxcolumn 我们让他显示所有 所以这个地方来一个nav 比如说我们想让他显示这个5例 咱们就给个5 这个时候我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此时执行我们的代码 咱们看一下这次的打印输出 大家看 现在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省略号省略号了 同样也有省略号是吧 咱们现在能够 那我们如果要是再给他调整宽 再给他调整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展示全了 大家看啊 看一下这个为什么 这个得分比较低的 你看0.02 叫做里人港来胎 你看这是不是三个问号啊 这是不是有严重的质疑啊 还有你看 估计最多7分 还得是带镜评论 这个导演似乎不给力 再加上期望很高 难保不翻车 所以说这个评分也很低 这导演是吧 这个没有两部上6分的电影 还有这个为啥性景的还能排低 还能这个排第一个 你看这分数是不是也比较低啊 导演居然是里人港 我叉叉千万别扑街 咱们再看最后一个啊 这个已经买了上面当天的票 希望影片的质量过关 拍的好的话 我会二刷 要是片子垃圾 我会我会再回来嘛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不是都是消极的呀 和我们的这个上面积极的是吧 你看积极的说的又多 然后这个这个用的语气呢 又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使用snowmlp 对这个呃用户的这个评价信息呢 进行了一个分析 这是我们Python非常强大的一个 一个原因所在啊 好 那么 欢迎大家呢 加入千锋的Python的这个集讯营 这是我们的QQ号 大家进入 大家加入这个QQ群之后呢 可以互相学习 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从网上找不到答案 欢迎大家咨询我们千锋的老师 你千锋的老师呢 都会很有耐心的为大家解答 我们千锋呢 是一家非常大的教育培训机构 欢迎大家呢 来这里进行参观和学习 好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